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淘汰名单将在今晚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来到由酷狗音乐与优酷视频点核出品的 外星人电子之水 中国潮音大师合作战 接下来这一组让我们有请喜琪和宋宇宁 以及为他们助阵的合作大师 中国内地第一支激流金属摇滚乐队成员 中国内地首席吉他手李延亮 李延亮 帅气雅万 李延亮老师好久不见 哈喽 亮亮 你好 哈喽 来 来 先将今天先各自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 好 大家好 我是李延亮 我非常喜欢中国潮音的舞台 我今天来享受一下这个舞台 谢谢 欢迎老师 欢迎 今天这个演出一定非常精彩的 因为我好久没有见到李延亮老师了 这一次是要谈吉他还是要唱歌都要参与吗 可能会给你惊喜 尤其是和女团的表演 那我们就惊喜期待了 好的 我们把舞台首先交给喜琪和李延亮老师 中国最棒的吉他演奏家李延亮先生 中国首席吉他手奏 应该只有李延亮 成为第一集的 我们团队的音乐总监吉他手李延亮 我们俩叫他李少年嘛 是吧 我们俩互相成为少年 只要他在台上 你心里很踏实 多实话有这么一个好搭档 真是天色的吧 我很感动 我觉得他好像可以这么弹 这么弹 这么弹 就扛抡着弹成那种感觉 这个很难吧 范音很难很难 蓝领 见 驾驶 来跑 下了飞机就来到现场 迫不及待的想见到女团的真面目 见到女团本团 女团我喜欢 我喜欢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我想跟女团的合作 我我要跳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啊这边的人是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有些埋台 libre 谁能想到中国第一吉他手跟我们跳舞呢 厉害 很好,非常棒 坊间都传说我是用生命弹琴的人 我这次不仅用生命弹琴 我还用生命跳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we用Just Rocker一起Hoop整台阶 平凡的生活用饮服来枯燥调味 苏醒的造成贪婪的午夜 旋律如这世间划向无限的曲线 拥抱误人满满的喜悦 到处都是她未来 狂野的台阶 管着什么音乐听了就有 蠢蠢蠢蠢的感觉 管她什么音乐 每天都是情人这圣诞节 华的情点 打下耳机走出房间 城市在家园 挂了心情现在开始 挥护火线 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管 这他人也摇摆着我快乐的开关 拥抱误人满满的喜悦 到处都是她未来 到狂野的台阶 管她什么音乐听了烦恼 下往后退 管她什么音乐 但是一直让爱延续的机会 管她什么音乐 听了就有纯绝 你懂的感觉 管她什么音乐 每天都是情人这圣诞节 管她什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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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呦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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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请现场的40位媒体音乐人 各位观众评审 3、2、1请投票 喜奇像歌还不错 你上一次说过他们以后进步了 而且我觉得整个编排很酷 有个提示他们一起往一个方向 开始甩那个律动 其实都是很好的 而且从喜奇的这个着装风格来讲 他就有意操作八九十年代的 这种复古的Escore的风格去做 但是呢 在这个音乐风格方面 他们又没有去做那种 很年价的东瓷达子 反倒是很贴心的在中间 用了很好的古典 以及电吉他的穿插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玩得比较高级 所以我很喜欢 投票结束 好 谢谢喜奇 请你们去备战区 把舞台留给宋宁明和李延亮老师 当时他们说 这次你跟李延亮老师合作 我就发出激叫 我是机长的粉丝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机长给我发的视频 你现在是炫耀吗 对 这个真的搞笑 就非常可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这是我 太可爱了 这我觉得好有心啊 真跟机长合作了这回 真好 我就特别开心 呜 也尽初 各位 你唷 你弹 弹了多少年 我 透露了 我 好 怎样 跟你想象的 比我想象还高大 还高大 那我们现在进去拿着吉特试玩一下 好 没问题 我听了白露这首歌 我发现它的音律和音序都非常中国风 我就想着用五声音来贯穿始终你这首歌的编曲 好 你听一下 白露 天光落白 好 可以可以 可以舒服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可以 那我把这个给加上 可以可以 因为他了解你 他说 机长我喜欢你弹云端那个手法的 你能不能用那个手法 我自己琢磨琢磨 发现是十分的契合 很好的主意 对 所以这是他先提出来的 他先提出来的 你说这一般人想让我用横弹 你用得起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开玩笑 大师一路带我飞 哈哈哈哈 我们先来说 我看他在那里 你这个是什么 我看我看我 我看我看他 你这个是什么 我看你 我看你 百路 天光落伴 有江湾 不安 那年初春渣暖 却不觉寒寒 你看清风掠过草又生 那坦荡又何妨 你不问 我不讲 那就日日夜夜音着歌 有人静静听 你不讲 我不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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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飞来了烟 划过北 向南 相信 有四三渐远 那远走 又何难 你看清风掠过草又生 那坦荡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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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问 我不讲 那旧日夜夜音着歌 有人静静听 你不讲 我不想 那旧日夜夜音着歌 有人静静听 你不讲 我不想 我不听听 断了心思 放脏了油 街首月下九重洒满路 只能山花落尽后 断了心思 风断了忧 你看清风烈过草忧伤 那坦荡又何妨 你不问 我不讲 那就日日夜夜音着歌 有人静静听 你不讲 我 不想 吉他真的还好 纷纷地发飞的吉他 现在请李延亮老师移步到嘉宾席 请现场的评审321请投票 宋宇宁和李延亮就是我对他的横弹吉他以及在歌里他们找到的那种默契 比如说找到几个共用的和弦可以完整地连起来整首歌 我觉得都很好 这首作品其实他的第三段其实是非常直击人心的这首歌曲最成功的也是在这第三段 然后李延亮老师通过那个非常具有禅意的一个编曲 其实把这首歌曲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 通过这首作品的合作其实是提升了他作品本身的一种潜力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合作的意义 投票结束 我要说一件事 就是我的演艺生涯 李延亮老师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李延亮老师都不知道 你肯定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我最开始以前我们花卫队不是朋克吗 后来转成那个洗刷刷那个方式就是因为李延亮老师 因为李延亮老师在那一代的人里头他穿衣服特别的前卫 他经常背个大翅膀 然后身上弄一大堆没有必要的东西 然后他就酿成我觉得 一个人在台上的反叛 不一定是穿一身黑或者要怎么样 你可以 我要反驳一下 我说不一定 我说不一定 他对我的影响 to me 我今天是第一次有机会当面跟您说 我要说声 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说完了 好 谢谢 李延亮老师 这一段主要得让我们张晓东老师来主聊 您是跟他渊源最长的一位兄弟 我和李延亮老师得几十年的友谊 然后我管他叫亮亮 他管您叫东东 亮亮 我们合作非常多 我其实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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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李延亮老师 你最开始说歌们惊喜 我们特别有惊喜 第一首歌 那个创意是 就是大家互相甩啊 或者那些小动作是谁想出来的 应该是 哎呦都这么谦虚的 哇塞 跟上菜一样 真的是李老师 因为平常我也经常看女团 我很喜欢女团 没想到他他好这一口 我设计的那些吉他 我希望是女团通过肢体语言把它呈现出来 可能音乐上我比他们更了解一些 所以我想的一些小火花之类的就是 跟音乐融合的特别好 所以呈现它会有效果 就是关于这个方面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新浪为国 搜索中国潮音 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音乐这方面的 哇 我是觉得今天首先喜奇是让我惊喜的 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们今天在舞台上 跟李然亮老师的这个状态 特别是最后一段 大家一起的那个点子 对看得出来像你的点子 我们舞蹈练了三十遍 有三十遍 太值得了 然后我想说宋云宁 我很欣赏你这种对于创作的执着和坚持 并且我真的觉得你写的歌里面 有非常独特你的味道 中间最打动我的一个地方 是李然亮老师弹吉他 中间有一段solo的地方 因为我在注意那一段他要有什么表演 因为这个时候通常就是歌手在旁边 要么就是 要么跟着吉他手 假装手里也有一把吉他 对对对对对 他是手抬起来了 但是他又没有那个动作 他想抬头 但是他又直勾勾地看着李亮 你今天这个表演应该非常幸福 因为你整个人就见对李老师有一种 很难形容的那种感情 那想必说清楚是哪一种感情 就是我不知道就感觉有一种 就是说不清楚的感情对不对 非常充沛但是 就是他今天全程都怪怪的 就是他的眼神 你说的怪怪是不是重是重的眼神吗 他昨天见面还送了我一个毛衣 是你亲手自己织的吗 哎呀李亮老师知道你要来我织了一个礼拜了 有种感觉吗 没有那是机长发的红包 我拿那红标买的 等一下老师 为什么我们喜气没有红包 对为什么喜气没有红包 对为什么喜气没有红包 是什么意思 哎你解释一下 男生有红包 女生有红包 什么没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几天研究这个歌的编曲 都到凌晨两点三点 然后有一天是实在连着两三天太累了 我说来我来 我是老大哥嘛 发个红包 大家这个开心开心辛苦了 那我想问 为什么不发女的呢 还是没回答这问题 又跟我谈黄的了是吧 当时没见面 我分不清他们哪个人是哪个人 而且那群里三十个人 对对 我不知道谁是谁 对呀 好 现在呢 现场评审的分数已经来到我手中了 剩下的五分加全要看岳福令 你们的分要加给喜气 就把字亮给他们 如果要加给宋宇宁的话 就是画 三 二 一 请表决 谢谢 谢谢老师们 三位给到了宋宇宁15分 两位给到了喜气10分 刚刚现场观众投出的票数是 85比81 差4分 观众的评分是喜气55 谢谢 宋宇宁53 现场评审的票数是 喜气30 宋宇宁28 一分反超一分 96比95 哇 恭喜宋宇宁 厉厉厉厉厉厉厉 喜气一分西半 三十代定 好的 白鹿那首歌也是我觉得挺送给你的 他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些对歌曲的安排 单从表演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喜气的这一趴的表演是会更出彩一些 但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比较倾向于鼓励大家原创 在空气里寻宝藏 在角落制造光 在无人知晓时也能自得其乐 音乐就是我们的电解智水 让身体醒过来 热爱才会变得不平凡 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智水冠名播出 补水和外星人电解智水 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 朝就要这个位 接下来有请裁缝铺 对战 Auntie General和一丝丝业 为他们注册的合作大师 是京剧球派嫡系传人 跨界融合先锋艺术家 球继融 有请 太有报了 好像那种影视高龙 帅 帅 好帅了吧 太帅 徐老师好 帅了帅 徐老师今天这个这么鲜的一个打扮 您先坑坑可不可以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邱俊铺 这大师是舞蹈家兼这个戏曲艺术家 车老板 邱先生 算我们是哥这个事 然后也比较了解 邱先生的爷爷 邱盛荣先生的是我们唱同槌花脸的组织业 属于生蛋竞统的竞行 然后我们有个说法是 十进九球 十个同槌花脸有九一 有个是学球派的 球济荣先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是他离开了李元航 他现在是把传统文化 摆紧了其精髓的东西 然后与他想表达的 今天的东方哲学的一些艺术的形态 整体融在一起 他在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非常喜欢 好的 我们首先导舞台交给球济荣 裁风铺乐队 他们的曲目是 《寻琴记》 杀了 《寻琴记》 很棒 这是裁风铺乐队的出圈之作 《寻琴记》是自个儿写的 对 纯音乐 裁风铺 首先来潮音 我们经历了前面的几期录制 是改编和翻唱 天空 别让你消气悲哲 原着海飞雪星 看影浮动 那一面 但实际上 我们是一个纯音乐乐队 《寻琴记》是由裁风铺 本来发表过的纯音乐的作品 这一次我们终于在舞台上表达了一个 就是真正属于裁风铺自己的一个东西 《寻琴记》比起流行音乐 可能受众相对于小一些 歌曲有歌词 从歌词到人生的音色上面 它的情感输出表达 等于是有加持 那么《纯音乐》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画面性的东西 他那个就是 诶 小二好 弟弟 终于见面 终于见面 师哥好 小二好 老师好 其实我现在想弄什么呀 想弄沉浸式的那种剧的东西 这还是离不开舞台 但是沉浸式那就是空间的那个 然后加表演的 然后整个音乐贯穿 而且我要融的就是咱们戏里的东西 我们是从戏剧的角度出发 因为它不光是一首歌 这个《寻琴记》它更像一出小剧了 我们是跨界融合先锋乐队 台风库 它是跨界融合先锋艺术家求救 我们离跨界融合先锋艺术家还差一个 中国朝银 中国朝银 哈哈哈哈 还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你 我记得 你 我行 任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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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